回中国就吃不到了 怎么办 在中国有其他的好吃 那你会不会太想念越南的美食 就是回来吃的够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刘刘 亲家们 大家好 我是越南媳妇阿和 经过我们两个这几天的商量 决定要回中国了 因为阿和的签证要到期了 对 所以我们打算六月初就回中国了 我也是想念家人 想念小陈了 也想念中国菜了 阿和是在越南的时候想念中国 然后在中国的时候又想回到越南 是啊 我在中国的时候因为住好几个月 然后我就想念一些越南菜 现在在越南长途见了 所以我又想念家人了 在中国妈妈爸爸都对我很好 包括嫂子小陈 他们都是对我很好的 我在中国的时候 爸妈都不让我干什么事 然后不停了给我做饭 还不让我洗碗 就是对我很好的 也是因为嫂子不是刚生嘛 我们到现在还没有见到她的宝宝 正好这次我们回去也是以后阿和就在中国养胎了 越南的天气也越来越热了 这边热的有点顶不住 我看了我们那边的温度正适合20度到30度 最舒服的时候 是的 所以天气这边越来越热嘛 所以我就要回中国养胎 在中国过得更舒服 也是因为阿和怀孕已经过三个月了嘛 过了危险期 所以现在我才就是敢带着她回国 回国一趟也挺不容易的 因为我们回去要在南陵那边休息一晚上 从这边坐一天车 然后再从南陵那边回信仰的话又要坐一天车 也是比较劳累 是的 但是我们回去的话怎么办 你可以问问她 要不带她们一起回去吧 可以啊 我也想带着姐妹们一起回中国 这样的话 让她们可以看到更了解中国 也是我有一个伴可以一起陪着我 我感觉更重要的是你想要有一个伴是不是 我们已经商量好了 明天就要回中国了 所以今天我这么点了一个越南美食 就是越南肠粉的 因为我想念吃它 回中国到时候又出不到了 所以我要 现在就要吃 越南肠粉和中国肠粉 还是有区别的 在中国肠粉都是蘸那个 酱油 但是我们是蘸鱼露 而且是分开的 就是吃多少蘸多少 中国呢就是直接放在上面 所以有一点区别的味道 来给大家看 还有这个越南的肠粉 还有烤肉 他们会放烤肉和这个 这个是那个 葱的 好吃 酸酸甜甜 辣辣 回中国就吃不到了 怎么办 回中国吃其他呀 在中国有其他的好吃 那你会不会太想念越南的美食 就是回来吃的够了 吃够了这么快 好吃 因为主要是这个鱼露 然后其他的都是一样的 这个是 Tailor 就 noble -这nostuj